- 欢迎收听闽迪专访 那如果今天呢你是听Podcast的人 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特别哦 就是因为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些视觉上的demo 为什么会有视觉上demo呢 因为这一集呢是我们第一次明明专法是有影像的 那所以我这一次呢特别邀请到了军事相对论Podcast主持人 向这位振伟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他那时候在乌克兰采访的一些心得 然后他也带了一些纪念品嘛 就是有点难过但他就是纪念品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先跟Podcast的听众讲 如果你对于我们在讨论的内容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来到明迪全都的YouTube 看这一集的视觉的专访 那我们再次呢来欢迎一下郑伟 嗨敏迪好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向郑伟 哇听到郑伟的声音就觉得好像听到了那节目 Podcast的节目 其实我比较像是在跟我的偶像互动 什么啦 我们这边不要这么客套 对 我知道 我觉得在军事方面真的 我们这算是一般老百姓 就是在从去年开始 我就不断在我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说 我们应该要开始准备备战啦 然后我们要强化自己啊等等的 可是在到底要怎么强化这一块 我觉得经过了将近一年吧 还是一头雾水喔 我记得是去年十月多嘛 我就划新进节目 就看到了有一个 诺大的这五个字 军事相对论 我想说哇 有军事两个字我就给大家听听看 那进去之后 因为刚好第一二集就是在跟讲台海有关的 对 是 而且你第一集好像就找了 方恩格 对 共和党的一个大佬嘛 对 来跟我们分享 所以我觉得 在台湾有一个这样的军事记者 然后找到这么多很有力的相关的人士 来跟我们分享军事怎么准备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节目 所以我在十一月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分享 推荐了这个节目 然后后来又发现你出了一本书 对 如果有看YouTube的话 可以看到后面 这本是消失的国界 那它其实是三立的一个节目 那你是跟着这个 应该说你是代表这个节目 进到乌克兰前线去做访问 对 当时我是 当然我们是以三立的地场去的啦 那我当然是做了这个节目 那当时我们去 是六月份的时候去的 大概开战后四个月 四个多月 那时候应该已经进入僵局 对不对 那时候有一点点进入僵局 就是状况没有像一开始那么危险 但是其实像我们那时候去了基辅跟奥德萨 那奥德萨旁边是尼古拉耶夫 当时打得还蛮凶的 就是再过去 赫尔松那时候已经被攻占了 对那时候赫尔松已经完全被吃下来 所以那时候 尼古拉夫他旁边就赫尔松嘛 所以双边在那边激战 那我们奥德萨其实就是第二线 要被攻击的城市 哇真的 进到战争前线 我觉得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深入的聊 那我比较想要先好奇的就是 因为赫尔你本身就是军事记者 那军事记者在 陈平时期 到底都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以我们电视台来讲来讲的话 我们不是单纯挂军事记者 那其实以不管是电视台啊 或是报纸平面啊 他们的分线大概是这样 就是军事类它是挂在政治 党政要文 这种分类之下 对那所以呢 我们平常之前挂的是 军事跟外交 这两大线 只要有外交大事也是属于你的范畴 对所以基本上 纯粹以军事来讲的话 那当然就包含国防部的演习啊 那国防政策啊 像是比如说立法院的国防委员会的报告啊 对然后还有可能是比如说 今天老共对台湾是不是有一些新的动作 这都是我们要报道的一些方向 那就像你讲的 因为成平时期嘛 没有那么多的军事情文可以报 那怎么办呢 那因为我还要挂另外一条线 就是外交 那如果今天这两条线 都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那我就会去支援党政的新闻 那因为我个人 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是因为我比较特别啦 那我在后来 我走出了一条 跟目前绝大多数 台湾军事记者 完全不一样的路 就是我走的是 国际军事跟国际外交 对所以我是专门走 国外 比如说军事演习 或是比如说像南北韩 或是像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那我也跑比如说上一些政事 比如说川金会 川金会你人在现场吗 我在现场 那越南那一次 还是新加坡那一次 川金会我也去了 文金会我也去了 然后这个马锡会 我当年我也去了 所以就是有关比较 国际政治类的 我接触比较多 所以我跟国内的 纯军事记者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你那时候是你自己 选择要当军事记者吗 其实有点有趣 我们当时在分线的时候 我是先想要跑外交 我以前对外交比较有兴趣 那是接触到外交之后 因为军事跟外交 其实两个是绑在一起的 对 那我跑到外交之后 我发现军事蛮有趣的 所以我坏才继续去钻研 那我现在走的定位就是 我是军事跟外交 其实还是一样 我是所谓的军事外交记者 我不会自称为是所谓的单纯军事记者 可是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军事记者 他是要受过军事相关训练 还是你一定要有特别的证兆 其实也不一定 就是你只要对这个议题有兴趣 你就会想办法去钻研 因为军事他真的是 很广吧 很广 对他你既要懂他的武器 对你又要懂他们的政策 你要懂他的部署 他从战术战略到战据 他分为三个层面 所以其实每一天 其实到现在 我都不敢说我是一个很优秀的记者 因为我现在还在学习 对但是就是军事的东西 我相信对可能对大部分来讲 他也是有点尖色 那我这也是为什么想要 从比较大家听懂的方式 来介绍我们的军事的新闻 对因为他不止有点尖色 在欧战争爆发前 其实甚至有点遥远 对 台湾人已经太习惯 所谓的军事的对垒 就是老共的威胁啊等等的 然后只是在欧战争爆发之后 大家才意识到 哇这是真的有可能发生的 对 而且当时一发生之后 其实东亚这边就传 大家开始在有一句话 就是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 那个前线联动率过来是很快的 那你刚刚提到 你其实很想要 用前行一等的方式 让大家理解军事 这就是你为什么要做军事相对论 这个Podcast节目 这一方面是 因为我刚刚提到 因为我现在在 消失的国界这个节目 对那他其实 基本上他接触的范围 就不是只有着重在军事外交 他更广了 但是因为他本身是 军事外交本身是我的兴趣 然后我之前我刚提到 我有一些采访的一些经验 那有一些是密谈 我当时在报道里面 都不能提的东西 我觉得好像目前 可以慢慢开始有些解密了这样 对然后再加上 那我刚刚有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就是因为 现在很多人不看电视 所以我必须承认 就是很多人不看电视 那我们想要 是让更多人了解 现在台湾的 发生的事情 或是我们可能面对的事情 那我就想要 試图跟更多的朋友去接触 像听Podcast的朋友 可能就跟看电视的不太一样 那更重要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就是因为我从乌克兰回来之后 那就爆发了 就是96台海危机以来 最严重的这个威胁 那我有一种既视感 既视感 既视感 我就觉得今天发生在乌克兰的事情 很有可能明天就发生在台湾 对 因为你才刚从那里回来 对 然后我就觉得 那乌克兰他们在战争当中 所得到的经验跟教训 那我就要赶快让更多人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有这个节目 所以其实你有点像 以忠为始的来创造这个节目 就是你有一个目的性想要达到 可以这样讲 那可是 刚刚提到一个点 我就觉得蛮纳闷的 你说有些东西是密谈 可是你怎么可以判断说 可不会解密嘛 对 你在自己的Podcast里面 你就可以畅所欲言了吗 OK 是这样子啦 就是有些密谈的东西 是说我评估 比如说那已经前一个朝代 比如说像我2014年的时候 我去了欧巴马政府 当时的国务院去访问 那当时访问的情况 当然跟现在就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可以让大家看到说 当时的美国政府 对台湾态度 跟现在态度 你可以感觉到它有一股差异感 对 欧巴马政府 到前面川普政府 到现在拜登政府 可以让大家知道说 我当时在那边的体验是什么 那我现在的体验是什么 对 那有些还是很机密的东西 很抱歉 那我当然就不能提 大家就是如果说 想要知道乌克兰的战况 或者是说其他军事相关的事件的话 其实也可以追踪郑伟的粉专 因为其实郑伟蛮常在分享一些 新的资讯在粉专上面 对 有时候会分享一些新的战况 或是比如说像前阵子气球很夯 对 我们那时候就会讲一下气球 有一些哪些基本的概念跟原理 然后分享一下自己的节目 这样子 OK 那我现在就想要来讲这本书了 好 因为说真的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首先就像你说到的 既视感非常重嘛 对 因为我们长期 我们从一年前就开始 每一天在关注这个战争 那可是都很遥远 对我而言 我其实甚至是觉得说 我每一天都在看数字的变化 就是我少一点人的味道 人的味道 对 跟我其实老实说 有些时候 我甚至都难以判断 我到底现在什么时候 该相信哪一则消息 对 或者是哪一则消息是真的 真正重要的 那看久了就疲乏 但看到这本书之后 看了非常多的人的面貌在里面 对 所以有蛮多的心理的疑问 那我觉得现在看 先讲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进到乌克兰采访之后 你觉得第一个踏进去之前 你那时候当下的念头是什么 你有没有什么设定目标 然后你觉得那个目标 你最后有没有达成 OK 其实知道 就是我们进去的时候 已经是四个月之后的事情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战争第一线 那种枪林弹雨 炮弹 那种很惊悚的画面 说实在其实当时的外电都有 对 那我觉得 应该说我自己做国际新闻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初衷 就是我希望能够从台湾人的角度 去看国际事件 不是只有乌克兰 我从以前一直来的都是如此 那为什么这次台湾人要进去乌克兰 我当然是希望能够从台湾人的角度 去看乌克兰发生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就不会只有停留在 所谓的第一线战争的情况 而是更多人民 从政府到企业到人民 他们所发生或面临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希望能够 从他们的经验当中 学到一些什么 然后能够把它带回来 这是第一点 那后来也没有达成呢 我觉得有 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 是因为我当时在当地 只停留了大概两个多礼拜 我希望能够留更久 但是 两个多礼拜就采访了这么多的人 对 你就知道当时的经验是非常丰富 我每天都有那种大量的资讯进来 然后每天都在会诊 而且有些事情是 你在当下第一时间 你可能没有办法立刻去发掘 但是你后来发现说 这个人在跟你传达一些讯息 比如说里面有提到个老兵 他从这个前线退下来 然后我们在一个餐厅遇到他 他那时候 他那时候在找我们聊天 但是我那时候当下 就没有想说他想在干嘛 然后他一直叫我们 就叫我们帮他拍照 但其实乌克兰人 他们比较 我觉得应该说以前那种 就是 昔日苏联国家的人 他们比较严肃 然后他不太会让你拍照 然后他也比较避暑 他不会去那种 故意去跟你那种 搬钢琴那种感觉 但这个人他就很反常 他做这些事情 然后他要返回前线 所以那时候我才理解说 原来他觉得他可能 会运上在战场 所以希望我们 帮他留下一些东西 那这些 不是在当下 可能第一时间就可以 就可以体会 但是我是在后来 把我回来 再整理资料 在书写的过程当中 我开始慢慢发现 还有很多 蛮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那我觉得 让大家更理解战争 不是要理解战争的 怎么打 而是 今天战争来临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把自己 带入到这个情境里面去 那想说你该怎么办 OK 那你觉得 去了一场战地 回来之后 有没有改变你对于 台海现况的想法 应该是说 我不能说 改变台海现状的想法 而是我 希望大家能够 多一点警惕 就是 其实我们看乌克兰的情况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都说 这个普丁觉得不会打 其实我们那时候 从很多分析来讲 也的确是啊 你看 我跟当地的Fixer 在聊天的时候 他说 你知道外国媒体就喜欢夸大 其实我们听听看吧 是因为我们看到外国媒体 在台湾的时候 你看这个中国要打过来了 然后就好像 飞到飞过去 你应该要紧张了 对对对 你们觉得好像 你们有点夸张喔 之前在韩国采访的时候 南北韩好像一直都很紧张 但是他们当地人 不觉得没什么 所以我那时候 其实有点被说服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是说 我们用了很多 所谓的军事 或者是外交的 专业尝试 来判断说 俄军不会打 其实你在后来 发现在过程当中 他都验证 比如说在 冰天雪地的时候 战车进去 他是会卡在那个民导里面 他就真的很难进去吗 他的后勤布局 就是跟不上 但是我就觉得 我们就是千估万估 就是错估了一件事情 就是普丁 对 那我们现在对岸的 这个极权的领导人 他也是 所有的政策 都在他的一念之间 那我们不能再觉得说 一定会或一定不会 我觉得很多 像这个美国的专家 智库学者 或是将军 他们说2027 2035 各种时间 时间点都出来了 但讲难听一点 今天齐静明想要打你 他会跟你管这些时间吗 完全不会 对啊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我在回来之后 我觉得发家对于 目前这个现况 有点太过于安逸 嗯 对那我再问一个像 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 还有敏迪你们想想看 第一次你听到这个 中国的飞机绕台的时候 你会不会有点害怕 哇第一次 等一下我想一下 我第一次什么时候 因为我对96年那一次 完全没有印象 有点久远 但是在最近 他应该就在近几年 发生的事情 老实说我真的 我觉得可预期 没关系那我再讲近一点好了 当时裴洛西来之后 那中国机器开始 大量的穿越台海中线 嗯 你会不会觉得他们想要干嘛 我觉得他们只想要视为 但我当下没有 我不觉得他们 一定会立刻干嘛 嗯哼 对那是我的判断 但是你说 但是你会习惯这事情 还是你会 就是觉得 哦我现在好像要 有点小心紧张 这种感觉 我会小心紧张 但不是因为 那一次的飞机绕台 嗯哼 我们这种职业 你看准就是会紧绷 但我相信 部分的台湾人 有点紧张 嗯 可能会就放松了 对就是我 这是我讲的 就大家有点很习惯 就是所谓他们在 开始穿越台中线 就要逼近台湾的这件事情 那我们已经有点习惯 对 啊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可是这就是我会想要问的 嗯 因为其实在 我记得美国 那个时候最一开始 在去年 他们预告是2月16号 普丁会 退打 对16号是一个很明确的日子 嗯哼 那在那个时候 泽伦斯基他最开始是先说 美国不要这样子 就是 夸大 对夸大 不要在那边打草惊蛇 就是 他 泽伦斯基上下讲那个话的用意 他怕 这样会影响 乌克兰内部的经济 嗯 可能投资人就收手啊 等等的 那 你现在 假设你把现在 那一个泽伦斯基的想法 嗯 套过来到现在台湾的话 台湾 我可以认同 就是今天如果不断的在 会不会像放养的孩子 对我了解 其实我先讲一下 泽伦斯基的那个状况 其实 嗯 他的那些当时的动作 其实我们认为他 其实他后来都说 我是希望不要影响到明星啊 但是我们 当地人大部分的判断是说 他其实第一时间 他就不觉得俄罗斯会打他 他就错误了 OK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你先 带回到台湾来 我并不是要 威吓大家说 欸你就每天都要小心喔 阿公要打来咯 没有没有 我没有要恐吓大家 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我只是很简单的问一个说 那 你今天再好的朋友 都有可能从你背后捅你一刀 那今天有一个人 在你面前 一直拿刀挥舞的时候 你自己要不要 有点防备 好我就简单 问一句问题好了 今天如果真的有飞弹来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 你家的防空洞在哪里 就是很简单 你没有讲 一定要多 那种不大精神 没有没有 就只是说 那如果战争真的发生的时候 你该做什么 你要去哪里 对不对 就只是稍微想一下 这其实就是有点准备的概念 就你从未知变以知 对 你只要有做好准备 就好了 但我没有叫你说 一定要去拿枪 去每天去学 什么战斗设计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没有这么复杂 对 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过正常的日子 那我蛮好奇 当地人 就乌克兰当地人 他们应该 像我 我认识到的有一个乌克兰记者 他当下来说 不太可能打 对 那相信你常问到的很多乌克兰人 可能也是抱持着这个心情 对 那你有去问他们说 那如果再来一次 或者说有机会回头的话 那他会怎么去改变这个想法 或是他会去说服别人吗 或是他现在的 怎么回头看他当初的那个 那个觉得不会打的这个心态 其实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 所以我不会再问他说 那回到当时你会怎么做 那他们只能说 他们现在对于战争 已经是更有准备 对 然后他们知道更怎么 应该说怎么去应对啦 那他们现在也很希望 把这样的经验 像我一些 来到台湾的一些朋友 或是在当地一些朋友 他们就说希望 不要再有国家跟他们一样 OK 再面临到他们一样 同样的问题 那我觉得他们现在分享 他们经验是很重要的 你在访问他们的时候 他们 我看到你书里面提到很多是 你一直在观察 乌克兰人跟台湾人的差别 对 比如说战争一发生了 男性就 乌克兰人男性就冲去战场上 对 然后即便是一个可能 16岁家中的长子 他也扛起一件责任 对 然后你在书里面就 反问了就是 那 假设今天战争发生在台湾 你不知道台湾人 有没有办法做到 嗯 这是书当下的情情嘛 现在呢 嗯 应该是说 我一直相信台湾人有个特质啦 就是当我们遇到这个瓶颈 或是遇到一个困境的时候 我们就有办法做出一些很惊人之举 哈哈哈 我们身上歇数很满是不是 对对 当然会做成什么样我不确定 Anyway 但是我一直是说 虽然对台湾人有信心嘛 我不会完全说我没有信心 台湾的国军其实还是很强的 那真的要 如果真的有要抗 就是敌人要打进来的话 我相信台湾人应该也是有 基本的抗敌意志 但是这个意志能够撑多久 OK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我也不是要 每个人都一定要拿刀拿枪去上战场 其实没有必要 因为你知道在战场上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不会打仗的人 你是去拖着你的同胞去送死 因为人家要顾你 对那你不一定要去上战场 你反而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对那我觉得 所谓的抗敌的这件事情 嗯 我现在不能说有没有自信 我只能说 开始大家要 开始思考这件事情 我相信像敏敌 像我们现在 台湾黑熊学院 这些 开始陆陆续去 有相关的单位出来了 什么数位外交协会的 这个数位键盘战士 等等等 其实开始有这些东西出来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接触看看 那你可以上场客战说 你比较适合做什么 对那我们可以怎么应对 OK 所以其实这个 因为这个问题 老实说我自己心里也会担忧 因为每一次只要提到战争 其实大家 想要保护台湾的一群人 我们讲同温层好了 大家会第一个气馁的点 不在于对方有多强大 大家会先气馁的是 不知道台湾有多少人 像吴三桂一样开国门 对对对 这的确是 对那这就牵扯到了 你在书里的另外一个面向 我们对于台湾的信心 当然包含了 我觉得对于想要保护台湾的人 例如我们现在这样 信心是会有的 那力量可能也蛮充足的 我觉得 但是关于在乌克兰里面 他的立场是 面对到通俄人士的时候 尤其是老实说 我觉得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那个 说什么 血浓于水的那个概念 其实对 他其实不输给台湾跟中国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 台湾可以从乌克兰学习到的 其中一个经验 也是来自于此 像我们去奥德萨的时候 因为奥德萨它是 过去被称为所谓的 亲俄城市 你知道我们在当地 讲的不是乌克兰文 我们讲的是俄文 对 所以你就知道当地人 对俄罗斯的情感有多深 但是呢 即便是如此 就是我们在 当地还是有看到很多人 他就说我这辈子 应该说我下辈子 我就再也不要讲乌克兰文 我再也不要讲俄文 就是当地人开始有这种反抗意志 但你刚刚讲到这种通敌 确实有 因为在 他们通常会利用晚上的时候 比如说会报 比如说现在乌克兰军队部署的坐标 对他们移动的位置 因为他们会移防嘛 对 然后他们会把这些东西 报回去给俄罗斯 去赚钱 有些人是为了钱 有些人是他真心向恶 那不一样 对 那anyway 我觉得在战争层次上面 这部分是绝对零容忍 绝对不允许 这加起来就是唯一死刑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对但是 我有觉得有另外一个层面 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这个 蛮特别的一个 采访的经验 就是他是一户人家 他人家 他那户被 俄军入侵 但是他们没有对他怎样 他比如说有人说 艾米迪我跟你讲 你不要反抗 我就保护你跟你家人的安全 我不杀你们 但是你只要现在反抗 我就杀死你们全家 哇 那请问这个情况下 命运的抉择 对那请问这个情况下 你要保护你的家人 还是你要保护你的国家 我觉得很难去平衡 很难去权衡 那我不是圣人 我没有办法 评断说他做的是对或不对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 活生生血淋淋的 我之前在台湾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想象过 战争 这也是战争的一个样貌 对那如果今天发生在你家 你会怎么决定 好难好难 我现在也难以想象 跟难以回答 你会保护你的小孩吗 但你保护你的小孩 你就会被人家说你是间谍 你就会从此被人家嫌恶 所以那时候在乌克兰的状态下 大家 那个玲珑人 我们刚刚讲到对间谍的玲珑人 这是我觉得完全举双手 赞成的 可是对于 像现在台湾有很多人 他的思想就是 就是我们保住一条命要紧 得过且过 得过且过 然后你又打不赢他 你要怎么跟他拼 这种在乌克兰的人群当中 在战场上 他也穿起一种通敌吗 我在当地其实没有听到 这个声音 我反而听到很多声音说 我们干嘛要加入北约 很特别吧 他说我们干嘛要加入北约 其实我们乌克兰人就够强 就可以抵挡俄罗斯 他意思是说 很自信 你当然可以给我武器 我们现在需要武器 我们需要一些装备 但是打仗这件事情 我们乌克兰人自己来做就好了 哇 台湾人应该不会是想要放弃 对不对 那你今天发现台湾 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说 那你有没有办法有这个气度 有这个信心 对 但是 战争是非常 就是非常血腥的 它非常的可怕 那今天如果要发生在你旁边的时候 你没有选择说 No的权利 这件事情就是这样 如果今天发生在你旁边的时候 你不是上战场 就是等着被杀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 反战这一句 这两个字 不是拿来用在被打的人身上 你不能被打的时候 我反战 没有人听你的 没有人错在讲这句话 反战应该要是 攻击一方 对的那一方 所以其实 即便到了现在 可能我猜现在 整个乌克兰的氛围 即便是以前过去亲俄的城市来说 应该都有很大的变化 转变了 但我现在讲的是 我们在基辅奥德萨的这个情况 它已经在偏 整个乌克兰的中部 以西的这个区块了 那我刚讲到的奥德萨 他们其实已经转变了 他们说我现在讲俄文 不代表我支持俄国人 就像我今天讲西班牙文 不代表我是西班牙人 是一样的概念 对 然后他们觉得说 我们现在更建立所谓的 乌克兰人的这个自信心 在这个层面上 但是你要说乌东吗 像比如说像顿巴斯地区 很抱歉 那边 我没有办法代表他们讲话 但是我相信 当地有一批人 他们是所谓很支持亲俄的 对 那他们可能还是有这个想法 当西亚战争的时候 我知道有一些乌克兰人 他是 就大家会开始逃难嘛 很大部分逃到波兰 对 旅台湾等等 也有一部分的人逃到俄罗斯 对 因为 说真的啦 就是我在波兰访问的时候也遇到 我在乌克兰访问的时候也遇到 很多人他真的没有办法一刀切 他的真祖父可能就来自于俄罗斯 那他刚好在乌克兰生活 然后也有他的朋友 亲朋好友就在俄罗斯 那 你觉得很难跟他们说 你就是今天要跟俄罗斯切八段 他们有些人真的没办法做得到 那有些人是 因为更心想祖国 所以他们跑到俄罗斯去了 但是你要跟他们说 你要一刀切 你对俄罗斯的仇恨一刀切 他有些人其实很难做得到 其实我觉得 战争来临了 也还是很难解释 也很难 因为他们觉得说 这件事情的归咎 已经在归咎于普丁 就是发动攻击的这个人 而不是去 正在战场上的这些人 这我其实也很好奇 就是 乌克兰人现在把俄罗斯人跟普丁 是可以切开的吗 不是全部人都切得开 OK 很多人应该会觉得说 你今天只要 没有办法反抗普丁的依据 而加入他侵略乌克兰行动 你跟他就同一派 OK 这是大部分人的想法 但是我刚提到 就是很多人他 血缘那关系 他没有办法一刀切 我刚刚其实有 想要一个问题就是 我刚提到了乌冬 乌冬从2014年开始就备战了 而且那个备战情况是真的 我看过泽伦司机 穿着仿弹背心 拿着钢筷到那边去巡视 在还没有战争的时候 所以大家就在说 乌克兰在当时 其实已经有相当程度的战争的经验 是 那反过来讲台湾 就是台湾没有这个 近代的一个经验的情况下 你觉得 这个战力会落差很大吗 说真的有实战没实战 当然差很大 你说汉光演习 汉光演习 其实就是一场秀 所以我们讲起来 它其实就是一场秀给大家看 我们现在在怎么做 对那你要说实战 很抱歉 实战跟演习就是两回事 那我们刚刚提到2014年 其实乌克兰人他们 很少人觉得说 这个2022年2月24号 是单独的独立一场战争 它其实是2014年的延续 那即便到现在 就是半周年的这个时间点 对那大家说 会有下一波的大规模的攻击 其实当地人不觉得 这是所谓的 another full-scale invasion 他们觉得这是 就只是延续的 当时的战场 一直打下来而已 所以就 这是为什么乌克兰 即使在2022年2月24号爆发 这个全面入侵的时候 他们可以立刻 武装好自己 他们其实没有做好准备 但是他们能够 能够武装好自己 但台湾就是 上一次就是96台海危机 大概是最危机的一个时候了 对那在接下来就是 我们前一阵子 但是即使是那个飞弹 我觉得即使大家好像就是 感觉过了一天 然后就没有感觉 那当然我会觉得 我没有希望大家去体验 或去去适应 或是去 你知道去感觉那种状态 但 对的确是 我们没有在实战当中的经验 那很抱歉 到时候在实战的过程就是实战 你就是要从写淋淋当中学到教训 希望 当然我们当然一定 希望不是走那一个 对我们当然希望不要 对 我刚回到刚刚那个话题 就是 乌克兰人他决定要 比如说离开乌克兰 这一点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 战争发生的当下 嗯 没有战争能力 没有上战场能力的人 离开乌克兰 这件事情是好的吗 好的啊 就是 我觉得这是好的 真的就是 会不会有人觉得 你为什么逃跑 应该是说 当时很多离开的 基本上就是 父女 老人 小孩 他们没有战争能力 那如果你今天留在家园里面 当你家的男子都去前线打仗的时候 他们会心选在那边想说我家人好不好 哦 那你不如离开这个地方 那其实我在当时波兰的时候有个很深刻的经验 就是 他们是一个波兰的母女党 母女党然后再带她的子女孙子这样 然后跑到波兰去 那他们其实是心系的前线的家人 最心系的前线的丈夫 但是他们 只能想办法用手机跟他保平安 让他知道 要叫打个yes 或什么加 一个plus 一个plus代表说 你要说那是从前线传回来的讯息 一个plus就代表说 everything positive 就好事 没有没有坏事发生 对那甚至就是一种 双方能够 确保对方安全的一种做法 那如果你今天留在国内 除非你有办法保护自己 我觉得你去国外 这不是一个罪 这是保护家人不是一个罪 那时候我看到你的书里面有提到 很多人留下来 不是说为了要参战 它其实是为了要维持这个城市的运作 对它维持整个生活体系的完整性 对比如说像我里面有提到一个 它不是比较企业层次 有一个叫InterCam 它是一家药厂 那这药厂我觉得非常有趣 因为他们真的是从开战前 他们就觉得可能真的会打 所以他们先引进了大量的原物料 囤固存 对所以在战争爆发之后 当国内都缺止痛药的时候 就这家药厂在专门在攻击他们 对那我觉得这就是 它能够维持社会运作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当然这是到企业 那比如说我到一般的小店家 比如说像冰淇淋店 咖啡店 他们为什么要做 因为他说我要支付员工薪水 薪水有 员工有薪水 我才能去支付房租 我才能生活 这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扮演一个角色的 我在讲的那个事情 对你今天就算是一个冰淇淋的老板 你也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 现在台湾人 如果说觉得愿意备战的台湾人来说 大家最想要得到的一个答案 就是好那我知道了战争来了之后 我不会离开台湾 但我到底能在留在台湾 做什么 对我能做什么 那我当然知道就是职业白白重 然后战争情况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也没人知道 可是你有没有建议说 你看了这么多乌克兰人留在当地 有没有一些原理原则 就是当当下真的一片混乱的时候 我经过什么样的原则去判断 我可以做什么事情 应该是说如果你今天 应该先设定好你自己最大 最需要保护的东西是什么 第一个如果你今天最想保护你的家人 你的小孩 OK 我觉得这完全没有问题 你知道父女在乌克兰正常当中 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们保护了绝大部分的小孩子 让他们能够就是你知道 正常的衣食 不管是带走还是留着 对对对 让他们安全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没有教他们要怎么样 但是他们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这是安定家庭的一个重要元素 那如果你今天行有余力 OK 像很多妇女呢 她们会去帮忙做汽油弹 去做战车的伪装网 汽油弹 对 汽油弹 因为汽油弹其实 你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在基附保卫战的时候 一开始就教大家怎么做 其实很多妇女当时 就是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去做战车的伪装网 他们还有说明书 然后到处传 对对对对对 就是如果你行有余力 你觉得想要做更多 你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当地乌克兰的大人 他们怎么跟小朋友 有讲这件事情 你有问到过类似的 其实我没有特别问这件事 对但是我觉得是年轻人 他们开始有这个所谓 我们是乌克兰人的这个概念 以前没有吗 以前再老一辈 就说大概现在四五十岁 这个年代 他们还比较受到上一代的影响 所以他们会说 我是乌克兰人 但是我跟俄罗斯人是兄弟 到兄弟的程度 对他们会觉得 因为自古以来 他们觉得 他们好像是真的 就是统一家长 但是到现在 我现在接触到 比较年轻的一代 可能二三十几岁 二十出头的 他就他只会讲乌克兰文 他不讲俄文 他就说我们就是乌克兰啊 我们为什么是俄罗斯一部分 那我跟台湾其实情况蛮像 真的很像 对他们对俄罗斯 完全没有任何情感牵连 因为我会问这个问题 是因为有一个国小老师 他就曾经私讯问我 他说明迪 我知道俄国战争状况很重要 嗯 但我到底要怎么跟我现在的 国小的学生 嗯 讲这件事情 战争会不会太黑暗 我觉得 建立他们对这片土地的认同 跟 土地的爱 就够了 就够了 不用讲到细部到战争 对 其实说真的你要 说真的台湾未来要怎么样 这不是我们能够 决定的事情 嗯 这真的有点困难 对那甚至讲到所谓的 台湾正常化这件事情 这就有点扯远了 但是只要你对台湾这片土地 有爱有信心 那我相信你就可以做出一些不强 不一样的事情 那如果像很多男生啊 就是男生朋友 他们其实就 有些朋友他就胖胖的 就种种的 但我不会故意说我怎么样 但他们说他们自己觉得自己 不适合上场打仗 嗯 那他怎么办呢 就帮忙募资 就帮忙运东西 帮忙送货物 对那我也另外开一个玩笑嘛 就是说 你知道台湾的物流很强 黑猫啦 白鸡店 对对对 如果到时候这些驾驶们 你不想上战场打仗 你只有很多台湾都需要物流 哪边的缺水缺物资 你就帮忙送啊 这也是维持国家正常运作的一环 可是我现在想像就是 因为像俄罗斯现在不断的空袭 你都在攻击乌克兰嘛 各地都在丢炸弹这样 那到时候运送是不是一定是危险 有风险的事情 其实不管你在战场 在什么地方 基本上开战之后 没有地方是安全的 我只能这样讲 而且你看到后来 就是俄罗斯在废战 在轰炸的时候 他其实轰炸的都是民间设施啊 基础设施啊 民间设施啊 各地院学校什么 所以你逃不掉 我在书里面提到一个词 就是说我觉得在当地生活 很像俄罗斯轮盘 就是人人都有机会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你 那你如果要苟且的过下去 你不如去做些事情 去帮助你的国家 嗯 对我觉得在战场上 你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你在现在 你觉得啊 这还离我很远 但是我觉得事情发生的时候 就说台湾人他有一个 你知道有一个 顺上腺素 顺上腺素 他可能就会开始想想 OK我想要再做些什么 真的我自己个人 我私心想要问 你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媒体人 对 或是台湾其实资讯也很强嘛 对 人体也很强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其实我觉得你们是非常好的传神筒 因为你们有外语能力 其实我觉得 乌克兰能够到现在 很重要的原因 是有外语人的支持 那他们当然 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强而有力的 我不能说有能力啊 应该说他有形象很好的领导人 所以他可以去 一直去要军火 然后去要各国的支持 但是其实在台湾 我觉得目前 我们的国际宣传 还是有点不太够 就大家 还是不够吗 现在已经台湾 在国际舞台上 我就说大家知道台湾 OK 那我们在台湾 台湾有晶片 台湾有半导体 然后呢 我对台湾好像就有点模糊 下去一个岛 跟中国有点纷争 大概就这样 但是如果要更贴近的话 好像有缺乏一些什么 那提到另外一点 就是说 像媒体人可以做什么 就是其实在 你看到在乌克兰战争期间 很多的 他们大量翻译成英文的这些报道 就很快就传送出去 对 你透过的 比如说Facebook也好 Twitter 然后可能用Podcast等等 等等的 其实都是一个 帮助台湾宣传的管道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 在媒体人可以做的事情 我们可以做到的 蛮好奇 当时战争 发生当下 网路是可通的吗 在乌克兰 只要没有被轰到的话 基本上网路都可通了 就是我们不会说到时候完全断讯 我们声音出不去这样 那当时乌克兰 他们也没有得到 那个Starlink的支持 不过Starlink 后来比较是属于 用在军方 军用系统上面 但是即使是被炸之后 他们其实很多通讯 很快就恢复了 很快 就修复的很快 对修复的很快 所以没有想像中的 这么困难 因为那时候 你书里面有提到 就是要收起你的打卡魂 对 就是说 我们一不小心 有可能就透露了 我军的位置等等 事上讲好了 就是我们现在觉得打卡没有什么 你知道在战场当中 你的一个画面 它就是一个 人命的生死的问题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当时乌克兰 他们从俄罗斯那边 收缴了一些军火 一些战车 那农用拖鸡拖这个 应该说他们的战车 他们把它收回来之后 他们送到了一个 乌克兰的民间的车场 然后重新涂装 然后变成乌克兰所用 那当地的电视台 很开心去拍了这个事情 他当时就几乎大部分的画面 都留在室内空间 你看不到外面长什么样 但就一个卡 就一个画面 就刚好不小心拍到 那个车场的外观 结果隔天 那个车场就被炸 所以你知道在当地 他是不能放行车记录器 所有行车记录器都要拔掉 因为你在 你随便走 就会看到壕沟 就会看到哨所 那这些都会暴露到 各种的那种 不足的位置 那我再讲回来 其实像俄罗斯上面也犯了很多蠢事 像 手机有这样的 新晋士兵的手机 对啊 士兵在那边玩手机 而且在那边玩交友软体 然后乌克兰人去调他 结果就调到他的位置 结果就轰了他的位置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 很 啊就是很fashion啊 哇就是很好玩 打卡这件事情 很抱歉 在当下 这个事情就是完全完全禁止 但 你刚刚说我们自媒体可以对外发生 就是 战争当下 我怎么知道什么东西 就是那个拿捏的分寸 就是我又要让人家知道我们 可能现在哪边很惨 但我又得小心翼翼 他是怎样 政府会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口径吗 是这样 其实他们 当然政府会发一些新闻稿 那新闻稿里面 你就会看到说 他们把很 很精确的位置 会把它拿掉 什么时间点拿掉 然后再有些 所以你在那个kelegram上面看到一些影像 比如说你知道这个地方被轰炸了 但是他打马赛克 那在目的是说 我不要让二军知道说 我没有打到目标 就地理位置一定要隐秘 对 比如说好我今天假设好了 今天新北市淡水遭到了 这个飞弹的攻击 或是假设 对那我们在写的时候 我们只要写到新北市 哦不能写淡水 我们不要写这么精确 对那图片的部分 我觉得 因为图片它基本上 就会秀出那个场景 我觉得就能免就免 当然我们可以自己评 当然到后期的时候 烏勒克兰 他们比较会大方去公开 是因为他们想要 去诉求一种战争罪 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这些讯息 他们都是保密的 对嘛 我觉得也是 的确你刚刚讲的 就是时间有差 就是战争前期 战争中期 后期 或是像布查证 他是在很后期了 他才公开那些资讯 对对对 所以他其实是 整个战场上 是有一个战略在的 就是他揭露 是有战略存在的 对对对对 这个到时候 因为我相信台湾人 不只是我们现在这种 Podcast主持人 YouTube主持人 其实可能很多人 都会想要 为资讯尽一份心力 那大家如果 未来真的 有这个能力的话 我们大家都要小心翼翼 当然 就不要过度曝光这样 对对 其实像我们现在媒体 我自己是新闻工作者 那我看到有些媒体 在汉光演习 或是在线演习当中 会去拍港口 或是拍军用机场 基地 其实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要开始想像说 那你到时候就是曝光了 某一些很重要的军事设施 那你现在有这个意识 那你到时候 真正发生不幸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哪些事情能做 哪些事情不能做 OK 船套桥头自然指 大家就会开始紧张起来了 对 然后你刚刚有提到 就是 当下让城市运作 然后有些人可以做一些事情 像你今天带来了邮票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就很有趣了 就是你没想到 你今天是一个印刷厂的员工 你也有可能可以帮忙 战争去募款 对 这个可以介绍一下这个邮票 当然 我觉得这张邮票应该是大家 最有时候能详的 这张 这张其实是一开始 那个他们舍导的守军 对了俄罗斯的旗舰 那个莫斯科号 比你知道 比中指的这个动作 然后讲了一句这个名言 这样 对那当时先做了第一版的邮票 那结果做了邮票之后 没多久 他们就真的把那艘 俄罗斯的旗舰打成了 军舰炸掉 所以他们后来就写了一个 凳 就把你集成了 所以这张其实是有两个 一个是 它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意义 对对对 一个是有军舰 一个是没有军舰的 对对对对 它其实是有不同的意义存在 那其实当时这款邮票推出来的时候 不只在国内卖超好 然后后来卖到 他们有推国际版 那国际版是 卖到款 卖光 然后他们还又加印 那因为发现 这招募款不错嘛 后来就出为了这个第二款 那第二款是我当时去的时候 刚好就推了这一款 它是一个 属于那种惠本风 它比较可爱 比较可爱 而且它很缤分 因为它是一个小朋友化的 然后他们就经过票选 然后选了这款出来 那它旁边这架是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就乌克兰有一架 全世界最大的运输机 叫N225 那内海运输机 因为一开始就被炸 很快 很早就被炸 对 然后乌克兰现在想要 去重建这架飞机 然后他们觉得说 这种重建的概念 就是代表乌克兰的重生 所以这就变成 他们第二版的邮票 那第三版是最新的这款 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很有印象 我喜欢这个 到处都有这个迷因图 就是你知道这个 乌克兰的农用拖车 就拖着俄罗斯的 不管坦克 装甲车 甚至还有莫斯科奥的版本 就是各种版本都拖了走 我觉得非常有趣 那他其实这个之后 他又推了一款 我记得好像是当地的那种 救援犬 救援犬的版本 所以华里退了越多 那你知道这些邮票 赚进了大把 上百万美金的外汇 那这些钱就全部投入到 军中 去帮助这个乌克兰军 所以没有想到吧 就是我们连邮局 都可以扮演这个角色 因为像之前我访问印语 就是那个独立记者的印语 他也是送了我一张 乌克兰人设计的名片 明信片 那他其实 应该不是邮局出的 他就是那种 你知道文创小物 那也是一个peace的手 然后也是乌克兰配色 然后上面也是 那句名言 do fuck yourself 其实在当下 你不管是邮局 还是 你是一般老百姓 你其实 过去你会觉得 我是拿笔的职业 我到战场上没什么用处的 其实 到时候你其实 只要有行 应该多少都可以帮助到 对啊 那其实你画迷音图也是一种做法 哈哈哈哈 而且好像 墙上涂鸦 很多涂鸦 对不对 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 在里面有另外一张图 这边 对 因为我们去找到了 那个 创作的那个团队 那你看到一开始 其实这张 这张是最早露出的 版本 那就是他们 传统服饰 跟我们泰雅族的传统服饰 的猫 而且你知道这在哪里吗 在哪里 在中国 鼎视馆 旁边 哈哈哈哈 很故意 好喜欢 对啊 然后这张的话 它是在奥德萨的闹区 市中心 对那这个还没有画完 然后看到下一张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因为那时候你看 这边就写 林北爱台湾 哈哈哈哈 各位如果你有兴趣 看一下YouTube的那个图 就是它写真的是 林北 林是拎起来的林 中文字 而且还是繁体中文字 对 你知道他们有特别去查 哦你说繁体中文怎么写 对对对 然后就说那你们怎么知道这个东西 他们说啊 因为我们有一些台湾朋友 我问他说那这什么意思 就听起来好像蛮有趣的啊 对 那我就写一写 然后请人家把那个中文写给我 我就把它就乞在上面 好棒啊 就是我觉得当地有一些政府层面 要讲到台湾跟乌克莱 有立刻性的这种进展 我们讲实际上有点困难 但是民间就是从这样开始 这个是什么 你会觉得它很重吗 不会很轻 很轻对不对 但是它其实它是我们 就是二军的飞弹当中的一小部分 一个环节 对那我们在当地的时候 其实看到很多像这样的东西 它就是散落在各处 你可以看 你看很利 对啊它其实会刺手 对那基本上你就想像说 它插到人体的时候 是长什么样子 哦我不想想像 对就是很可怕 就是战争真的很残酷很可怕 但是你知道在当地 他是一个警察 他拿了这个给我 他说 It's a souvenir 他说这是一个纪念品 但是他的希望 是说我们回去 把这个可怕 就是让更多人知道 嗯 所以你知道我在写稿的时候 他就放在我的书桌前面 哇 我就一直想像着 当时的情景 台湾人我们尽量 不要拿到这一块 对 千万不要拿到这一块 对 我们把自己武装好 把自己准备好 就是 越能备战就越能止战 是 这是很重要的概念 对所以就是这个 好啦我们希望他只是一个纪念品 不要在台湾自己看到这个东西 对 俄乌战争爆发的时候 其实 呃台湾有一小撮人 真的是非常小撮人 他们就说 我们为什么要为乌克兰 这么难过 因为其实以前 乌克兰其实是不善待台湾人 是啊 对啊 以前我们如果想要进去玩的话 你还要去北京或西亚国家办签证才能进去 但是我说真的啦 台湾想要 就是回到我们原本的问题来讲 好了就是 如果台湾想要在一场持久战里面 能够继续打的话 我们就是要广结山源 即便以前他可能讨厌我们 对他讨厌我们 但他可以改观 或是他本来不认识我们 他现在认识我们 那到时候 或许在 比如说联合国投票的时候 他们至少可以投个 no 你要不要就是投个反正 对谴责 或者是有一种力道 我觉得这都很重要 你不要说 因为他以前对你不好 你就对他不好 对啊 其实没有必要这样赌气 对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 因为我要跟大家讲 我再强调就是 我们读国际新闻一定要有一个观念是 人事实地物都会变 对 老实说 你知道拜登上任以前 超过台湾人说 你知道拜登以前很有忠啊 什么的 就说不知他上任之后 其实展开了非常多友台的合作 甚至他对中国 我实施了非常多的晶片的制裁 他说真的他对乌克兰的支持度 超过我的想像 你看他最近又去了基辅 昨天嘛 他就出现在基辅 对他去了基辅 他其实超过我的想像 虽然说美军他没有真的派人在现场 他没有派部队进去 但是他给他源源不绝的军火 这是很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其实讲到台湾跟中国大陆未来 如果有发生不幸的事情的话 我们不要太期待说美军一定会派人来 我觉得大家先不要有这个期待 对我们不要有这个期待 应该说防卫国家这件事情靠自己 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有 美国源源不绝的支持 那对我们来说一定是件好事 那我们都在看 美国怎么支持乌克兰 他可能就未来怎么支持台湾 OK 那我想 最后想要回头来聊到你的Podcast节目 就是军事相对论 因为你刚刚在前面说到 你其实有一个期许嘛 对 那接下来你会多展开什么样类型的节目 或者是有没有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OK 好 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想法就包含了我从乌克兰带回来的经验之外 然后想要达到一个军事科普的一个概念 那我觉得就像敏迪刚刚讲的 就是我过去的经验 我觉得应该要慢慢的放进来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会走的比较更 比如说更国际军事 跟国际外交层面 像我们最近也试着做了 比如说像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情绪 对 发现好像回想还可以 那我们觉得 如果让大家更了解 台湾台海之外 能够更了解国际局势 还有国际局势 怎么去影响到台湾 那我觉得好像是一个不错的方向 所以就是 这个是我们在努力的一个目标 那当然 同时间如果台湾发生了一些 比如说军事上的一些事件 那想要做一些军事科普 让大家更了解的话 我觉得我们还会再做一些努力 听起来 其实我们 不管是政委是军事相关专业的 我其实就是做国际新闻 其实大家同一宗 就是我们最后的目的 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看越多国际的东西 其实到最后 真正重要的是 你要回头去想 台湾发生相同的 类似的事情的时候 对 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 自己去思考的一个过程 那我觉得现在很好的是 因为开始有陆陆续续 有很多的类似的讨论 对 那我 我不会说 把他们当成竞争者 我没有那么无聊 对 我只是说 但我觉得 多去吸收 然后听听看不同的podcast 不同的节目 或者是不同的意见 所以很重要 那你就可以去吸收 你自己的一些想法 就不同的意见 真的很重要 对 我觉得要跳脱的同温层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但是一定要做 对 因为 最后如果真的打仗了 是全台湾人的事情 台湾人就不能分你我了 对 不能再分 亲哪里的什么的 对 大家都是一体的 因为今天我们这集 会难得上YouTube 那我们也是想要 跟 如果新的YouTube的观众看到 那你可能你的立场 跟我们不见得一样的时候 也欢迎你持续关注 因为 或许有些时候 我们讲到的东西 其实是跟你的立场是合的 我觉得大家 不会是百分之百敌对 对 其实很多东西 都是灰色地带 那我们互相了解彼此 也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们 你们怎么看待 俄乌战争 以及回头看 怎么看待 可以照应到台湾 对 未来会怎么发展 那我觉得互相理性良善的沟通 绝对对台湾是有帮助的 对 当然当然 最重要的就是跳脱 那个bubble 没错 好 那今天非常感谢 郑伟来的人 跟我们分享她在乌克兰的 相关的见解 那接下来 给大家欢迎 持续的关注 郑伟的军事相对论 然后还有这本书 我真的觉得很值得买 然后很快就可以看完了 因为其实 还是因为我太常关注 这一阵的战争 所以对我来说 很快就可以看完 但是里面 它并不是很尖色难斗的军事 大部分都是人的故事 对对对 那我希望大家能够 带入到自己的情趣 或是带入到自己的角色 去看看如果发生在你身上 你可以怎么做 那今天谢谢 感谢郑伟 谢谢明滴 拜拜